韓國瑜的這個北漂青年返鄉 確實那個廣告 我記得還是其中一個是剽竊 他的韓粉剽竊成功大學學生花錢 所做的一個廣告 那個當年那個廣告是希望能夠來臺北 這個等於說投給柯P 然後當時把他剽竊了 甚至還有這個篡改了泰國的相關的廣告 那北漂青年返鄉贏得很多年輕人的支持 當年返鄉投票給他的年輕人 為什麼今年都變 今年也是返鄉投票啊 但是呢在6月6號那一天呢 這些返鄉投票的年輕人又聳中選票 來唾棄韓國瑜 你應該去檢查他到現在 都沒有去感謝跟94萬的這些 投罷免票的人啊 那麼會死累 為什麼人家這些人唾棄你 你一定要搞清楚為什麼嘛 你還在講一大堆講什麼 貪污腐化的人得這個勝利 什麼東西我也沒有說一大堆 那麼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政治人物原來做任何的決定 還要先看對手啊 他的生辰年月日要不要翻農民例啊 要不要啊 他的生日他家人的生日 他父母的機率 還是什麼東西都要作為一個參考嗎 陳其邁本來大可早就宣布辭職 為什麼 因為中常會要在今天決定提名他嘛 在此之前我有意願 人家沒有還沒有徵召提名我啊 所以呢 陳其邁是因為君子之爭 所以他不願意 要不然大家都知道陳其邁要補選不是嗎 我禮拜天在這個高雄柏爾特區發兵 他也來 但他絕口不提自己這個辭職的事情嘛 這就是陳其邁自己本時候 謹守本分的一個地方嘛 然後呢 另外一個講啊 如果陳其邁是這樣的人 我告訴各位一件事啊 韓國瑜開什麼弄死人 這件事情在2018年的時候 陳其邁在陣營早就知道了 不打負面選舉 不然我就拿這件事給你 跟你解釋啦 我跟你說坦白的啦 對你還不夠厚道啊 至於說陳其邁可以多領兩天的薪水 那更是笑話 韓國瑜在自己本身當高雄市長四個月 腳趁就要坐小的 吃我來看我 要去選被動式的這個總統 從我不會去選到Yes I do 不是嗎 他本來也不會本來也說會 禮拜一到禮拜五專心市政嘛 結果呢就假日去選舉 結果呢後來不是請三個月的假嗎 你知道嗎 他唯一銷了半天假回來 是為了高雄市民 是為了高雄市政嗎 都不是 是為了美國AIT主籍莫建要來 所以他請了半天假 那半天假沒有薪水嗎 他為了他自己 他有為了高雄市政跟高雄市民嗎 你要這樣比嗎 如果要這樣比的話 大家攤開來一樣的一個等於說角度來看嘛 那麼除此之外 事實上啊 今天我看到了一個台灣民眾黨說什麼 希望國民黨趕快推 人家國民黨的要推什麼人關你什麼事啊 你有本事你自己提啦 他要蔡壁如愛誰隨便你啦 我講真的啦 大家在政治場上不要搞心機弄全謀 就是這個樣子嘛 因為民眾黨現在要圖的就是要吃掉國民黨嘛 他在高雄一席議員都沒有 人家國民黨好歹現在幾十席啊 可是啊還好沒有跟他合作 江啟臣沒有上當 如果合作的話呢 我葉元之說就要引清兵入關嘛對不對 我整個國民黨說 整個都把我砍去 就幫人家打仗的前哨仗 整個人家都囤了了 看看民進黨幫是如何幫柯文哲的 最後他是如何對待 柯文哲如何對待民進黨 那你就知道這個人是怎麼樣嘛 他現在用同樣的招式 之前不是跟宋楚瑜合作嗎 然後你看看 黃珊珊是哪一黨的 然後呢 那個林國政府是哪一黨的 最後的結果呢 都到哪一黨去了 或是離開哪一黨 現在請問親民黨還在台北市還有其次嗎 所以看看別的兩個黨是怎麼樣的結局 就看看國民黨自己決定 你自己要不要同島覆策嘛 那除此之外 我覺得啊 那麼這次國民黨可以提哦 更強而有力的強棒 現在聽說有十幾個 大家都有議員 又有議員嘛 又有什麼政二大 又有誰 OK啊 總比沒有人那個有議員好啊 為什麼 你硬去提名那種 不是很熱情 不是很熱情 不是非幫 非出來幫高雄鄉親 跟高雄的建設 那麼來選這個補選市長的人啊 你去提這種人幹嘛 一心就沒在吃 勉強得來的 強災的瓜不甜啊 講白的就是這樣子 也不用去設定什麼40歲 40歲多10歲 50歲是罪惡嗎 對不對 所以呢 實際上只要他有心有能力 那麼有熱情 我覺得都可以給年輕人機會 甚至我就不知道 為什麼陳怡銘 從頭到尾都想選 你們從頭到尾都不考慮 我覺得很可憐 他是唯一一個 跟韓國瑜在高雄市長的時候 黨內初選的人 我覺得你們國民黨在搞什麼東西啊 你知道嗎 那除此之外呢 對陳其邁 我覺得陳其邁 因為他自己本身是中規中矩的 我必須替他講公道話 小年夜開始 台灣的口罩 如果不是陳其邁 跟沈榮晶的話 你們現在我們大家沒有口罩啦 講白的就是這樣啦 只是他把光環 都集中在這個 等於說經濟部長 沈榮晶的身上 所以大家都說口罩國家隊 外交路啊 他有放假嗎 請問你他有放假嗎 請問你知不知道 他們是如何 那麼趕快去 包括很多病例來了以後 還記不記得 那麼彰化台中的那一位 白牌技能車司機 有沒有 整個過程是如何 一調查出來的 全部都是陳其邁 一手在如何運用 包括衛生 如何調派 行警方協助 因為他是行政院 副院長嘛 這些是他的功勞 只是他都不假 那就是這種人而已嘛 那麼最後對這個 新任的高雄市長 不管是誰 我有十大期許 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有十大期許 過去一年半 高雄已經延宕了那麼久 幾乎原地踏步 你不要跟我講 國民黨現在的什麼 對待這個 要對打這個民進黨的 還要在推什麼 陸屏燈亮水溝青 陸屏 看看 鳳山行政中心 前面的那一條澄清路 陸屏道 路面差了15公分 你知道15公分什麼意思 砰就擲倒了 你知道嗎 現在要跑掉重弄 陸屏 我對新高雄市長有十大期許 第一條 馬上你當選了以後 立刻恢復大港開場 然後呢 今年的這個跨年晚會 我要看到詹雅雯 詹雅雯小姐呢 他在高雄的相關的跨年晚會 還他一個公道 五月天重緩代言 然後呢 要學校要恢復母語 還要恢復那個真正令人擊賞 非常棒的那個高雄燈會 而不是法會 然後呢 包括火速把本來被否決的 這個所謂的高雄輕軌的二企 趕快恢復 然後到於路線怎麼樣 趕快討論 然後呢 立刻執行 那個韓國瑜說什麼 要八百萬的規劃會 人家不給 就中央給你八百億 到現在還在紙上作業的 捷運黃線 因為只有高雄的捷運紅線 局限黃線 形成一個路網 高雄的捷運 才有人可以搭 然後呢 觀光客才有方便的地方 然後還有就是嘉景 包括九頭工業園區 吸引幾千億的投資 包括幾千個工作機會 還有振興六合夜市 我特別特別說哦 六合夜市之前是做路客的哦 也挺韓國瑜的哦 但是我要求振興六合夜市 瑞峰夜市 包括各觀光的觀光景點 包括西紙灣 包括齊津都要振興 然後呢 包括這個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15個制洪池完成了以後 你看這幾年來 OK對不對 把表示有用 那麼另外10個韓國瑜不蓋的 趕快蓋 你知道嗎 清水溝不能像韓國瑜一樣 只清部分高雄 要全高雄都清 清了徹底 清一次不夠 清兩次來倒啦 然後最後大林浦千春要完成 我剛才清清才要念十個對不對 你知道要花多的心血跟功夫去做啊 我現在我這是我個人擬出來的 那麼陳其邁所要公佈的四大他要做的事情 就包括在我這個實相裡面 當然我覺得還不夠 還要把他全部都做 高雄人要開口就是這樣 我跟你說 有些人我喜歡去高雄 為什麼請自掃藥包 請大家好朋友一起集資請他們吃冰啊 因為很簡單五六千個人吃冰耶 老大要死我那麽中山耶 因為高雄人熱情 過去一年半高雄都在那邊嚴大 那個什麼陸平燈亮水溝清機關局處首長區長就能做的事 還好意思有臉拿出來講 我最憤恨不平的就是那一位本來以親和力著稱的那個副市長 前副市長李世川 你說什麼話啊 你說那些話說來投票的真的是高雄市民嗎 你們投的時候不會心虛嗎 你人家教訓你了 給你咬死 你不把人會失禮你做不好 除了這個你能拿出一個 像樣的高雄市的這個建設給我看嗎 拿不出來被人家唾棄被人趕出去了 你的得票數八十九萬票韓國瑜 人家九十四萬票給你咬死耶 你還不知道反省還不知道檢討 你跟現在都說別人不對 對不對 求處理連要走的前一天的告別音樂會 你還用特權 那人家那鳳山行政中心前面那塊草皮上 用一個單位一個社團就這樣辦了 你要知道去年歌草行動聯盟要罷免你韓國瑜 不是借不到在公園 明明一樣在公園沒有那種草皮的公園 借不到不是借不到就是借到以後 咬不給你 他們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兌現政治零分經濟一百分 他是用政治一百分經濟零分來兌現嘛 整個高雄要挖起來 整個高雄所有的人大家都高雄消費去觀光 讓高雄這麼美麗可愛的一個城市又熱情的一個城市 你忘了當時辦市運的時候 全世界的人多說高雄是一個好棒的地方 對不對 所以呢 那讓高雄重新回來 那高雄要重新回來 你們是用什麼態度來對待高雄跟對待這個罷免這件事啊 你以為高雄市民這樣就忘掉了嗎 所以我覺得中國國民黨敢死又不夠 應該再把他敢死一次 在高雄補選再敢死一次 那麼至於陳其邁能夠拿多少票補選通常投票率不高 為什麼 很多人認為他就穩定了 可能穩定就不去打了嘛 事實上高雄市民你們自己要看著辦 因為你要用你的高投票率再敢死一次國民黨 國民黨這樣他要好好對待 包括高雄的任何一個縣市的人 而不是用這種態度罷免我 可惡你們這些人忘恩負義不知好歹 我不要理你們了 那國民黨永遠都不會長進 那 Channel 你Smith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